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传统的象征作品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基础中的基础 罐口有连罐 有快 准 稳 三大特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 巴善平之粗鲁人 诶 仔细听好啊 有人就会问了 老师 粗鲁人就粗鲁人吧 为什么这就巴善平啊 诶 这里到星老师要多一句嘴了 巴善平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家里头啊 他都有那个屏风 屏风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在清朝的时候 诶 有些当官的人家 他的屏风啊 是红木的 或者是玉石的 他们在屏风上面呢 都会写一些字 写一些诗句 或者说一些画啊 巴善平之粗鲁人 就是当中的一个写在屏风上的故事 人物 这个人物 粗鲁人到底讲的是谁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星老师也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人名叫玉石公 他是唐代开国的议员大将 这个人就是长得有点 嗯 难以言表的那种 你懂的 难以言表的那种 所以 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粗鲁人 然后把他写成了一个故事 流传给后代 让我们这种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对吧 取义的代表 星星 你们 让我们来学习 好 话不多说 咱们今天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粗鲁人 OK 请听 想当初 唐场 有一位 粗鲁人 此人 父姓 御痴 丹子民公 好 静德 宝定山后 刘武中 日日抢三官 野朵 拔斩 自秦王夜叹 白碧关 静德月下 赶秦王 打三边 还良捡 马跳 红泥剑 自祥唐以来 征南大战王舍充 扫北收府 匹克能 跨海征东 掠下 仿白袍 唐王得胜 班师为朝 乃玉池公 英九白袍 在武门外 拳大皇叔里 道宫 打掉 门崖二尺 唐王大怒 贬至天丰 到后来 白袍访静德 乃玉池公 独坐船头锤调 忽听得声背后 人就喊马又叫 无奈征东 薛平辽 赫地前来访故交 你我今天去交旨 保你为官 永在朝 静德言道 将军不要错认 我乃山野村夫 耿种出袍 以促鲁人也 四代掌声 嘿嘿 好 邢王老师的演示呢 就先到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那么 问题提上来了 这篇文章 它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哎 前面咱们把这些技巧都单独练习过 对不对 今天我来先说标题 第一个 节奏 有没有听到 刚刚有些地方是 哎 静德月下 感情王 打三鞭 还两钱 马跳 红泥剑 你看这种地方 它就需要强行的把它连贯起来 让你的节奏显得更起伏有度 然后它能够渲染你的那种紧张的表情 嗯 明白了吗 OK 第二个 音色 什么音色呀 邢老师是不是教过你们四声声调呀 前面学习的时候 对吗 OK 那 突然一听 感觉和平时用的音色不太一样啊 嗯 想当初唐朝有一位促鲁人 你看 哎 它是不是和我们中华伟大 和这种音色又不太一样了 感觉 哎 多了一点点俏皮 或者说 它有它曲艺独特的味道 是不是啊 OK 这是音色上的区别 另外一个是声调 声调 四声声调 前面说是中华伟大 对不对 声调的区别是什么 我稍微往上提一点点 曲艺啊 它不比我们唱低音 我们需要这么宏伟的声音 我们需要这么圆润的声音 曲艺不需要 但是曲艺它有一个特定 它的调子会稍微偏高一点点 这个呢 可能没有办法详细的跟你们去太多文字化的说明 待会咱们详细的来学习过程中跟大家来介绍 好不好 OK 开始 第一句话 想当初唐朝有一位促鲁人 星老师听了几个地方 想当初 诶 逗好了 这里要停一下啊 另外一个停顿 在没有逗好的地方 唐朝 这个地方要停一下 为什么 嗯 朝代 时间 重要的 停一下 有一位促鲁人 每一小句的结尾 在正式进入文章的学习当中 这个要进入每一小句句号之前 稍微延长一点点 除非在一些特定的环节 我们为了让它现在节奏上更紧凑 我们会去省略这个环节 但是在第一段小段结束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促鲁人 停下好不好 这句秦老师完整来一遍 仔细听 想当初唐朝有一位促鲁人 OK 下一段咯 死人父姓御池 丹子民宫 好尽得 这里有一个字 秦老师要跟你们讲一下 秦老师大家已经开始了 这里一个小的特点跟你们说一下 什么呢 死人父姓御池 御池两个字 是姓 他这里说的是父姓 诶 诶 邢老师姓什么 姓姓 对不对 很多人他的姓 你们有见过两个字呢吗 嗯 当你的姓 比如说 慕容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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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池 这种就叫父姓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因为现在 欧阳老师教的小朋友里面有爸爸的姓 妈妈的姓 爸爸的姓在前 妈妈的姓在后 这个不能叫父姓 其实他姓的还是妈妈 姓的是爸爸的姓 对不对 妈妈的姓后面三个字 是你的名字 不是说所有的 一定姓 听起来像两个字的 那就是父姓 不是的哦 而且 这个 欧阳 欧 这个字 他只有在姓里面这么念 其实他真正的读音 念什么 他还有个多音字的读法 真正的念法叫 卫 就是一个官弦 一个军弦 一个比如说 那个叫什么 上卫 这是一个军弦 知道了吗 OK 这个小重点 大家记一下 好不好 下一个 包定山口 刘武州 日墙 三官 野夺 拔战 哎 你看 其实这一段 邢老师一共 大厅只有一个地方听了 其他两个地方 都是很紧凑的 上下两个部分 都很紧凑 对不对 来 邢老师 这一段串起来 给你们听一下 仔细听 慢一点点 好不好 OK 死人 父姓 欲持 单子 名 功 好 敬德 保定山口 刘武州 日墙 三官 野夺 拔战 你看 后面我再慢一点 保定山口 刘武州 从日墙 三官 野夺 拔战 其实邢老师很慢 但是为什么听起来还是很紧凑 因为他把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那个小平顿啊 省略掉 明白了吗 省略掉 好不好 其实前面半句也是一样 我们把那个逗号的地方稍微省略掉一点 但是呢 每个字 我们还是要逐字逐句的咬清楚 说明白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给别人那种错觉 哎呦 这个人念的还蛮快的嘛 蛮清楚的嘛 这里 其实就是我们罐头最大的重点 罐头连贯在什么地方 句子和句子之间连贯 而不是说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 邢老师演示给你看 你就知道 此人复兴欲持 单子民共 好 敬德 你看 他其实该停的地方还是久 只是中间硬硬硬 快了一点 明白了吗 OK 接着我们下走 秦王叶探 白笔官 敬德远下 敢秦王 这个其实 你看上下去有点 他有点对称 对不对 其实节奏是一致的 再听 字 秦王叶探 白笔官 敬德远下 敢秦王 邢老师在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挺了一下 字 这里邢老师先不告诉你们为什么 但是以后你们会知道 因为邢老师后面还会再来讲 你们只要记住 字 这个地方 停一下 后面 按照诗的域名经验 秦王叶探 白笔官 敬德远下 敢秦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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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超简单 打三边还两简 马跳 红泥剑 数字 打三边还两简 马跳 红泥剑 小节奏 三 两 然后 边是什么东西 简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武器 以前 那些练武之人 他们会有自己很独特的武器 鞭子 就是那马鞭 有些人把它加上吧 句话超级长那种 简 今天教给你们的是这个小任务 回去查查简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有点像 就是那种宝塔 那种菱形的 一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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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实它大概这么长吧 然后打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 感觉你跟棍子打在身上一样 回去查一查好不好 简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好不好 OK 马跳 红泥剑 自 祥堂以来 你看 又是字那里挺了一下 对不对 它其实字是什么意思 自从 自从 什么时候 自 秦王叶坛 白碧冠 其实它这个也是一样的 自从 秦王怎么怎么样 自从 征服了什么什么 明白了吗 自从的意思 OK 自 祥堂以来 征南大战 王世冲 扫北收复 匹克能 他和秦王叶坛 白碧冠 静德月下 赶秦王 其时 一曲同 公之妙 是一样的 下面再说一下 征南大战 征南大战 王世冲 学这么多 诶 秦老师 完整的把它倒一倒 好吧 来 从哪里开始 自 秦王叶坛 白碧冠 先给大家做一个 慢的演示 自秦王叶坛 白碧冠 静德月下 赶秦王 打三鞭 还两剑 马跳 红泥剑 自 祥堂以来 征南大战 王世冲 扫北收复 匹克能 跨海征东 月下 放白跑 好了 分解版 演示完毕 OK 秦老师回顾一下 今天所学的三段 好不好 三段 然后你们仔细听 这边听什么 听的是 段落之间的停顿 还有小句子之间的节奏 另外一个是 秦老师是不是比平时的调门 稍微高了一点点呀 嗯 是不是 当然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土的原因 很土的原因 就是曲艺呀 这个东西 这个曲种 其实在以前呢 它都在 它不像话剧 它也不像芭蕾舞 也不像钢琴 它其实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它是一个很 民间的艺术 就是大家可能走街串巷的时候 卖东西的时候 或者你在菜市场门口 你都能看到这样卖艺的人 曲艺从那里头来 所以你不能指望那些人 他有话筒 对不对 有耳麦 还有那种 哇特别好的音响 都没有 那你需要传递给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你的声音 所以曲艺的人 嗓门大 音调高 他们靠什么音声啊 他们就靠 哎呦 你留点钱吧 你看我讲得好 大家看我演得好 然后给我鼓鼓掌 然后赞助你 这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所以为什么曲艺 嗓门大 音调高 明白了吗 OK 来 行老师来完整的演示一下 好不好 大家仔细听 想当初唐朝 有一位粗鲁人 此人父姓御池 单子民工 哈 静德 保定山后 刘武州 日抢三官 夜夺拔寨 自 秦王夜汉 白笔官 静德月下 赶秦王 打三边 还两俭 马跳 红泥剑 自 祥唐以来 征南大战 王世冲 扫北收复 皮克能 跨海争东 月下 放白袍 OK 今天就教很多 下节课咱们接着往下学 今天就这样 顾德白 走你 快乐去趟 再重要 梦想就变成海洋 孤立眼睛 大嘴巴 同样唱的香蕉 借我一双小翅膀 就能飞上太阳 我相信 鸡鸡就在身上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有你相伴 你 C bien 到底先